你说现在有多少人 我看他这里边算笔账 目前尚有一百万高校毕业生处于失业状态 今年的610万马上又要走出校门 那么今年需要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数量超过了700万 两个月之后 今年的大学生就毕业了 但目前他们的劳动预约合同还不到往年同期的一半 也就是说到今年下半年 失业的高校毕业生仍然可能超过300万 其实我觉得可能是人类所面临的问题 将来可能越来越严重 就是你现在所有的生产都是提高效率的生产 你提高效率的生产就是要减员 那减了这人干嘛去了 那肯定就是用在社会上了 所以我觉得你像中国这种国家 他从国策的角度上讲 应该更多的去发展制造业 尤其那种手工的 你像南方的有的那些工厂 你一进你好几千人都干一件事 他需要大量的人 对不对 我们如果说把它突然提高一个效率 效率到上去 人家就回来全解雇了 一解雇就上社会上去了 我们现在是个思维上的问题 马爷收藏的东西全是手工的 对 再有一个就是观念 你看男孩子现在有时候压力会 会70比女的还大 女的降低身份 所以事情就可以干了 你不要认为我是个大学生 我就不能干打扫厕所这个事 是吧 你看日本的那个邮政大臣 最早就是从扫厕所 最后成为日本邮政大臣 这个没有什么新鲜利 但是人现在也有人说 马先生就说你讲这个事你能把大学生气死 就说我们已经一降再降了 他们有人算过一笔账 说是在上海这个房价每平方米超过一万元 这么一个城市 那么月薪2000块钱的工作 大学生已经抢了几破头了 你不能说他不接受 是这样 你看我举具体例子 我前两天去做足底按摩 足底按摩是一个女孩 我跟她对 我跟她聊天 我说就是瞎聊 我说你找不找对象 她说我有对象 结婚了 没结婚 我说那女孩很漂亮 她说我 我这个男朋友是大学毕业生 名牌大学的 这个社会构成很有意思吧 但是他们就是我们去的那个地方 这个按摩师挣的很多 他我问了一下 他的最低收入 最不景气 一个月也挣五六千 景气的时候能挣到七八千 捏脚啊 对 捏脚当你顶利博士 所以他可以养着一个大学生 不去上班 大学生呢 老觉得什么 就是我是一个大学生 专业又好 但我找不着 他要想超过这个女孩的工资 今天在这个社会是没有可能 对不对 这个是吧 没有可能吧 他找个三千的工资都找不到 他说能找到一千五的 他就不愿意去了 这跟我的认知有很大差别 对 真的 然后这女孩呢 因为他觉得地位低 他的好处是他多挣钱 长得好 所以他就弄出一个名牌大学的大学 男大学生 好吃懒做 这个对我触动很大 但是我说你就是要鼓动他 我说他一千五也应该去工作 他平时不在家 对 我觉得最难的就是 吃晚饭吃到底了 刚才秀源说了一句话 是我们的传统观念 叫学以致用 其实所有人都不是学以致用 对 你学什么专业的 你学什么 你没学过主持吧 我学新闻的 对 今天社会上至少95%都不是学以致用 我们学 这是我们的教育的问题 我们学是学一个方法 学的知识都是在不断的更新的 你能学到的 能够成功应用的到你生活中就俩事 一个是认字 从小教的一直在用 还有一个是算术 一加二 成法有的人都用的不好 你知道吗 我现在让你算五位和五位成 你就一下就晕 没算 你没计算机 你没计算机 你要一会 对吧 你能够就是简单的 加减法 就是这个数学和简单的认字 这是伴随你一生的 剩下你学的知识都是在更新的 不过这个就是马大哥在讲到说 最近其实新闻上有一个很大的标题 就是现在觉得这个就是学问无用论 就是念书读书无用论 你学的是方法 知识是不重要的 不是 但是现在也有认为就是我就高学历以后 我其实还是就是回归到最低下的最基本的这些工作 可是我们常常在讲就是说 教育是脱贫的唯一一个方式 对不对 哎呦 现在这说法 也不一定 现在就教育出来 大学生 也靠着自己个老婆给人捏脚 来养他 他这个教育啊 你比如我们我们讲一个最简单的 我我有时候注意两个细节 第一你招了一个大学生 我说这个文件你去 你去这个给我打印出来拿过来 装定好 这个钉子就定的不合规矩 好的文件 你的这个距离 你一定是规规矩矩的 这就咣当一手就上去了 这是一个 另外 这是我们组 你看马先生是雇人的 他会看人 说这个钉书丁 你钉歪了 这么芝麻绿豆大的事 这从小看大 有的这个公司非常严格 老板看到这个回去从钉 一次就改过来 永远的给你 一辈子 老板给你脸拉一来 说你这个从过钉 然后有的人特啥 就把这钉子起了 重新一钉 回去又让你重新 为什么你上面原来有个眼 重新打一份 一下就改过 对 这个其实是一个 这是还有一个事 全办公室几十个人坐那 我知道谁有条理 谁没有条理 我就看一件事 就看他的电话 他桌上那个电话 那个电话 如果那个线呢 跟一团烂毛线的这个人 都是都是做事特别 我这个线 永远要把这个劲放掉 保持它一个很优美的曲线 拿起来的 如果你一看那个线 那个人都是特别不好用的 他竟然是这么要求员工的 你要注意他从细节做起 他就知道什么事情 怎么去做 但是这个都是在 有条件的情况之下 他已经有这个能力 像我最近 我就去了西北这些地方 我去甘肃 然后我去了内蒙 然后我又到安徽的六安 我去的都是那种 偏僻的小房子 你知道那个孩子 多么渴望念书 有一个基金会 叫新华爱心教育基金会 它其实主要的目的 就是让这个叫捡回珍珠计划 就是让那种在学校里面 念书念第一名第二名 你有天分 你肯努力 但是你没有机会念 像这次我就采访一个孩子 咱们看看秀妍带来的照片 从西北地区 我觉得哎呦 在看那地方的孩子 他这个 现在有工作真的好好珍惜 这是什么呢 这个是这个珍珠班的孩子们 然后他们其实每一家都是 贫困到其实吃不饱 然后每天都是用酱油裹面条吃 但现在我们赞助他念的高中 希望他考上大学 咱们再看 对 在接下来 中间这个小孩叫方小燕 他自己呢 就是一个这个妈妈断了双腿 但是他把他自己 我们基金会给他的四千块钱 让他妈妈装一只 装假只的钱 捐给了他旁边这个小孩 你知道那个感受 他完全无私的奉献 然后如果是我 我做不到 我妈妈第一嘛 咱们再看下一张 这是他们住的环境 土房子 对 对 对 感谢观看